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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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按你的膚質和喜好 去用保濕品打底 我用的是之前CHANEL 買東西的時候送的Brew Serum 跟著就是之前妝片 都出過場的Laura Mercier的 Primer和Charkol的Base 今次不再重複介紹了 他們都是我長期回購的單品之一 最近我都不太常用Foundation 盡量減輕對皮膚的負擔 先用偏橙的遮瑕膏 去遮蓋眼底黑色素沉澱的地方 再用比較接近皮膚顏色的遮瑕膏 遮蓋重點的位置 然後用碎粉定妝 我比較喜歡用掃輕輕地印上臉 這樣妝就會輕薄一點 下一步用眉筆描繪眉型 然後用眉粉補色 和眉刷染均勻開 我現在染了頭髮 所以眉色比較深色的部分 就要用眉傘擦淡它 之後用陰影粉輕輕修飾鼻型 下一步就到眼妝的部分了 Edit House 聯成 Hershey's 的系列 先用My Favorite Chocolate 大範圍地 上在眼皮和下眼線的位置 再用Zero Calorie Choco 上在眼窩前部和眼尾 我本身很喜歡她們的眼影 粉質很幼細也很顯色 這一盒眼影盤 無論包裝還是顏色都太可愛了 用Hush Hershey 的珠光色 在眼窩中間的位置打亮 最後用Cookie and Creams 在外殘的位置增強眼神 這一架是仿照她們的Cookie白朱古力 設計出來的 仿真度超級高 畫一條拉長而微微上揚的眼線 畫一條拉長而微微上揚的眼線 睫毛夾輕輕地壓在眼皮上 然後在金部位置開始夾 慢慢地拉向外 要像韓國idol妝的眼睫毛一樣 鼻目武器就是用燙睫毛器 這一款燙睫毛器有很多節目都介紹過 我記得我買的時候好像是50元左右 CP值很高很便宜 同樣地都是在睫毛的金部開始燙一燙 但記得要小心點不要弄傷自己的眼睫毛 然後就擦睫毛膏啦 1028是台灣的開架品牌 價錢化算 品質也不錯 她出的這支睫毛膏根根分明 而且增長的效果也很好 唯一她的小小缺點 就是不可以塗太多層 不然就很難卸妝 想睫毛看下去的形狀更漂亮 就可以用乾淨的睫毛 塗輕輕地梳一梳 下眼睫毛就用另一個 刷頭比較細的睫毛膏就可以了 到了胭脂和光影的部分 胭脂輕輕地上在拳骨的位置 而光影都是淡淡地掃在拳骨 眉骨 貼紙位和下巴 最後唇妝的部分 我選了兩款唇彩疊加地用 看起來就像豆沙色 但有帶一些骨紅的感覺 就完成啦 如果大家之後想看到更多 fashion和makeup的東西的話 就記得subscribe我的頻道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給個like和分享出去給你的朋友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和follow的instagram和facebook 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拜拜